而此长者为谋节自念 请己宜床 世尊大慈灵不垂敏 佛知其意 据告舍利佛 你行 只为谋节问及 我讲这一段 在那个时候 长者为谋节之事 他自己有想念到 他说我现在卧病在床 这释迦牟尼佛 是大慈大悲的 他应该会来 看我 去看他 释迦牟尼佛是大慈大悲的人 您不垂悲悯 您不垂敏 就是说 这个释迦牟尼佛 应该会来看我的 这时候 释迦牟尼佛 他有他心动 这个 你行止为谋节问及 也就是说 你去探望 为摩节一下 告诉舍利佛 释迦牟尼佛 他第一个 就是叫舍利佛 去看望 去探兵 舍利佛的地位 真的是很高 因为 有的人讲说 释迦牟尼佛第一大地址 可能就是 大慈业吧 其实差不多了 大慈业跟舍利佛 都是大地址 我们看过那个 十大地址传 那个佛的十大地址传 那么舍利佛跟大慈业 释迦牟尼佛都非常重视 还有穆建连 穆建连 当初的时候 舍利佛本身 他是外道 穆建连也是 他们在印度里面 他们两个人都是外道 自己外道 有了很多的地址 有很多的地址 后来 他知道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是非常好的 他们虚待的很多的地址 变成了释迦牟尼佛的僧团 so 释迦牟尼佛 因为有舍利佛跟穆建连 这两个group的人员 加进来 所以佛陶的身团才变成非常的强大 主要是舍利佛的团体 跟穆建连的团体 而舍利佛 他被在小圣里面 被称为 智慧第一 他的智慧是最好的 舍利佛 那在大圣里面 那在大圣里面呢 智慧第一的是 文术师利 满术师利 文术师利 法王子 这是文殊菩萨 被大圣里面 被大圣里面尊为智慧第一的 释迦牟尼佛 我就马上跟舍利佛讲 你去看维摩节吧 去探病啊 去探病啊